圣巢 巢的話一看就是又是 故意把字蓋上去 沒有辦法 寫錯字就 他這個時期就喜歡用這個方法 圣巢 圣巢埃榮 注意每個筆畫 該有的 彈性 這邊的行劇見劇都有問題 但是沒有關係啦 作品跟草稿最大問題在這裡 所以你在寫作品 你不能像他草稿這樣寫 你不能說我寫作品 然後用草稿的格式 那很奇怪 草稿就是草稿 作品就是作品 格式不一樣 表現方式不一樣 目的不一樣 那你就不能混淆啊 如果你用這個方式去寫你的作品 保證被罵死啊 然後你這樣寫 亂七八糟 你看是有那個情況環境喔 那你目的是創作 創作就不需要了 塗塗抹抹 搞得這樣亂七八糟的 感覺好像很好 其實就是做作 人家是真的沒辦法 你是故意的 差好多 好那這裡面他也是發現 有些地方有問題啊 正太子太保 那太子他磕兩次 其實我看起來這兩個字應該是 太子太子 太子太子的兩次 寫一次就好了 是不是磕多磕了 不知道 正太子太保 他磕兩次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太看起來像同一個太子 就長得不太一樣 上面有個太子 不知道這個 這個有什麼特別意義 我覺得到最後是磕了 隨便 不太重要的中藥 哇我這邊沒留紙啊 擠不進去囉 好啦隨便的意思 就是 位置會跑掉 我們來模擬一下 當時 升值怎樣呢 畫出來 畫出來幹嘛 畫出來就是 記名 把它點名了 一個被 弄死的 記名 還有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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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爐迪 等 等 被 等被 爐 賊 賊 汗 赫 十八 人 哇 真的 跟我想人家擠不進去 病症 原諒我 這也是 我也是草稿 他是草稿 我也是草稿 第一次寫來 不 品 官 好了 意思到了 意思到了 昨天早安 讓你們診 need 頭上過 八 gł油 三十多 二十多 什麼 一ら